音乐 音乐 同学们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推导了过滤过程的基本方程式 其推导的核心思路为 过滤过程的总的速度 等于过滤过程的总的推动力 比上过滤过程的总的阻力 今天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分别学习 在恒定压力差下进行的过滤操作 即恒压过滤 以及维持速率 恒定的过滤方式 即恒竖过滤 还有先恒竖后恒压的 这么一个复合过滤操作 总共三种类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恒压过滤 若过滤操作是在恒定压差下进行的 我们称之为恒压过滤 恒压过滤 是化工生产中最常见的过滤方式 连续过滤机内进行的过滤 都是恒压过滤 间歇过滤机内进行的过滤呢 也多数为恒压过滤 恒压过滤时 滤柄不断变厚 致使整个阻力逐渐增加 但由于推动力ΔP保持恒定 因此过滤数率逐渐的变小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推导出了过滤基本方程式 它的微分形式 为dV比上dθ 等于小K乘以A的平方 乘以ΔP的1-S次方 比上分母V加上V1 或者以Q来表示为 dQ比上dθ 等于小K乘以ΔP的1-S次方 比上Q加上Q1 其中呢 我们讲到小K为表征物料特性的常数 在这里呢 我们接着对该表达式进行变形 我们令大K等于2倍的小K乘以ΔP的1-S次方 通过这个表达式 我们可以看见 大K也是由物料特性小K和过滤压力差ΔP决定的 当横压过滤时 压力差ΔP不变 那么大K过滤面积A均为常数 横压过滤的基本方程式 可进一步改写成为 dV比上dθ等于大Ka的平方 比上2倍的括号内 大V加上V1 或者以Q来表示 则为 dQ比上dθ等于大K比上2倍的括号内 小Q加上Q1 其积分形式呢 则如下这个表达式 如前面所述 与过滤介质阻力 相对应的虚拟 滤液体积为V1 假定获得体积V1时 我们需要的虚拟过滤时间为θ1 此阶段呢 V等于0 相应的θ也等于0 当其转入有效过滤阶段 V1和θ1均为常数 那么在θ时间内 得到的滤液体积为V 在时间θ从0到θ1到θ 体积V从0到V1再到V 得两个边界条件下进行积分 我们可以得到V1的平方 等于大Ka的平方θ1 以及V的平方 加上2倍V1乘以V 等于Ka的平方θ 将两个式子相加呢 可以进一步得到 V加上V1的平方 等于呢 大K乘以A的平方 乘以θ加上θ1 同理 我们可以把V换成Q的表达词 则表示为 Q1的平方等于大Kθ1 以及Q1的平方 加上2倍Q1Q 等于Kθ1 这两个关于Q的表达词 以上几个表达词呢 即为恒压过滤的方程式 它表明 恒压过滤时 滤液体积与过滤时间的关系为 抛物线方程 进一步的 如果忽略过滤介质当中 所产生的阻力时 恒压过滤方程 可以进一步的简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V的平方等于Ka的平方θ 或者以Q来表示 即为Q的平方等于Kθ 这是忽略了 过滤介质阻力的一个特殊情况 以上呢 便是恒压过滤的公式推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恒数过滤 顾名思义 恒数过滤 就是维持过滤速率 恒定的一个过滤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随着过滤的进行 滤饼厚度不断增加 过滤的阻力 也就不断地增大 要想维持过滤速率不变 那么必须得不断增加 滤饼两侧的压差 以增大过滤的推动力 由于速度保持不变 因此速度为常数 即DV比上A乘以Dθ 等于V乘以Aθ 用小Q表示 即等于小Q比上θ 等于UR过滤速度为常数 将这个表达式 带入到过滤的基本方程式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 这么一个表达词 在这一个表达词当中 且在一定条件下 μRNUURQE 这几个数字均为常数 因此我们用小A和小B 来进行替换 来进行替换 我们令小A等于 μ乘以R乘以6 再乘以UR的平方 用小B来替换其中的 μ乘以R乘以6 乘以UR再乘以QE 那么整个表达式 就可以写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形式 即ΔP等于A倍的θ 加上B的形式 由此可见 对于不可压缩滤比 进行横数过滤时 它的操作压力差 随过滤时间 呈直线升高 好的 我们推导出来了 横数过滤的表达词 但是在实际工程当中 单一的横数过滤操作 是非常少见的 而我们多采用的是 先横数 后横压的一个 复合式过滤操作 如图所示 采用E正位移泵进行输送 过滤初期 维持恒定过滤速率 泵的出口表压强 则逐渐升高 经过过滤时间 θR后 获得的滤液样为V2 此时 表的压强 刚好可以达到 能够使支路阀2 自动开启的给定数值 则开始有部分的滤浆 返回泵的入口 进入压滤机3的浆料 它的流量就会逐渐减小 而压滤机入口表的压强 维持恒定 后续过滤阶段 则为恒压过滤 上述整个过程 就是典型的 先横数 后横压的一个 复合式的过滤操作 对于横压阶段 所获得的滤液量V 和过滤时间θ的关系 仍然可以用 过滤的基本方程式 来进行描述 即V加上V1 乘以DV 等于2分之大Ka的平方 乘以Dθ 此时我们令Vr 分别为横数阶段末 横压阶段初 瞬间所得到的滤液体积 和过滤时间 对上述表达式 进行积分 从Vr到V θr到θ 得到了如下的积分表达式 积分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 整个方程为 V的平方 减去Vr的平方 加上2倍V1 括号V减去Vr 等于大K乘以A的平方 括号θ减去θr 在这一个表达式当中 V减去Vr 则表示 转入横压操作后 所获得的滤液体积 当然与之对应的θ 减去θr 即转入横压操作后 所经历过的过滤时间 好的同学们 以上便是今天的学习内容 我们今天学习了 横压过滤 横数过滤 以及 先横数过滤 后横压过滤的 一个复合过滤 总共三种的过滤操作 下节课呢 我们将来看看 如何使用这些公式 进行实际工程的计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